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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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原因我也查过一些 说法不一 其中有一条呢 就是天津这个地方过去是军事要塞 天津嘛 就是天子渡河的那个渡口嘛 就是海河嘛 九河下少天津卫嘛 那这个地方呢 过去是一个军事要塞 天津卫 这个卫呢 当时有很多的这个蹦步级的兵 就是安徽蹦步那一带的兵 驻扎在这儿 后来呢 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 娶妻生子 繁衍后代 所以天津这建成为这六百多年里边 他这个湘音跟当地的水土混杂着 就产生了非常独特的天津化 当然了 天津这个地方它本身也有很多的区隔 用他们这个天津自己的人讲啊 比如说你河东区的 河北区的 河西区的 他们说话可能都有差别 但是我们外地人听不出来 本地人人家一听就能听出来了 总的来说给人的感觉就是天津人说话很嗝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回味 言归正传 这两个小两口做的这个节目啊 很有特点 刚才说了一个是夫妻党 另外一个呢 就是 这个小两口做的这个节目呢 他这个很勤奋 更新的很快 很及时 另外一个呢 这些消息呢 两口也是严格把关 据称消息来源很广泛啊 说本台记者啊 遍布好像全球各地啊 我估计啊 按照这两口啊 所管辖的这个记者和记者机构的这个规模呀 恐怕什么路透社呀 什么bbc呀 什么cn呢 估计加起来可能都没他们厉害 开玩笑啊 确实是这些小两口啊 这样的一个形式 表示钦佩和赞赏 挺好啊 另外一个这个两口在做节目的时候 也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个男主人的是滔滔不绝啊 那么这个女主人呢 就像说相声一样 男主人是逗跟的 这女主人又是个女主人是个捧跟的 而捧的恰到好处啊 关键时刻点上两句 那就是画龙点睛啊 你比如说这天津话 他跟这个普通话相比啊 他有很多异化的音 那比如说我们说天津这普通话 那本地人他们叫天津啊 另外一个比如说 学以至用啊 用人单位 天津人他不说用 他说用 这事没用 你早谁也没用 他说用 比如说这个捕风捉影 抓捕的捕 那天津话可能就异化成 普风捉影 这时候石头夫人马上出来纠正 挺有意思啊 虽然说这种小的错误啊 小的这个语言表达当中的 与普通话的差异 但是这样一个一装一斜的东西 挺有意思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每当石头在录制视频的时候 石头夫人没有极特殊情况 都会坐在旁边 除了适当的当好捧跟这个角色之外 及时的善意的提醒或纠正 石头在播报当中的口 他都会一如既往的 坐在那儿 并且用款款深情的眼神 凝望着自己的老公 这很难得 我们说呀 一个夫人 爱自己的老公 并不难 一个夫人 用深情款款的眼神 经常注视自己的老公 就像初恋一样那样的眼神 也不难 难的是 这几百期录制节目的时候 一直这么注视 而且看这趋势 还会一直这么 款款深情的注视下去 这就难了 所以呢 为你们小夫妇 这样比较 非常有特色的 非常有自己独特韵味的 这样的一种表达 点赞 期待着你们 把自己的特色保持住 坚持下去 给大家奉献更好的精神食谅 这是我今天要聊的 第一个小话题 今天跟大家聊的第二个话题呢 是最近些天 吵得沸沸扬扬的全建话题 全建 就是那个天津全建公司 这个公司 应当说 诞生的时间 并不太长 不是那种百年老店 据说是在2000年以后 才成立这家公司 但是他出名 应当说是 最近这些年 是比较火的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他不断的纠纷 不断的被曝光 他是一家 直销公司 拿到了商务部颁发的 直销牌照 但是最近他陷入了问题 就是有一家 叫丁湘医生的 披露了他的这个 百亿帝国的内幕 当然这内幕肯定不是好消息 那么接下来就是1月1号 天津市政府宣布 就是对全建进行调查 完了事以后呢 这两天又宣布 又披露出来 他的这个代表人 及其另外的一共18个人 被刑拘了 这个代表人物 就叫树玉辉 这说起来也挺奇怪的啊 这个天津这个地方呢 不大啊 面积的只有1.1万平方公里 是中国整个国土面积的960分之一 但这个地方 在商务批准的91家 直销公司里面 他占了8家 其中这个全建所待的这个位置 就是天津的武清区 这武清区就占了2家 那么这个武清区本身 在过去他并不出名 因为他就是河北省的武清县嘛 后来天津化成了直辖市 就把这武清区 那时候叫武清县 就化给了天津 当时叫四郊五县 那就除了天津市自己的 什么河西区 河平区 河东区等等这些区之外 他有四个郊区 南郊区 北郊区 东郊区西郊区 然后外边有五个农业县 其中武清县是其中一个县 大概在2000年前后 武清县就撤掉县 设立了区 那么这些年武清之所以有名 就是它的区位优势 它正好在北京天津之间 我们刚才说这北京离天津啊 大概120公里左右 中间穿的地方就是武清 当然有一部分是河北的廊坊 那这个地方的区位优势现在更明显 比如说北京到天津的成绩铁路 所以这京京特快就从这过啊 那几条高速公路 最典型的那一条叫京户高速公路 就是从这过 那这全建就设在武清 在哪呢 他还不在武清县城 武清县城叫阳村镇 过去袁国诚先生说这个评书的时候 讲北京天津之间啊 这路怎么走 他就说阳村菜村和西武安平 码头张洁湾 这就到通县了 其中那个阳村菜村和西武说的 都是武清县的地儿 那这个树玉辉啊 他所领导的这个全建帝国的总部 在哪呢 他就在穿越武清的这个京户高速 武清西这个收费站的西侧 比他很近 他东边距离着武清县 现在叫武清区的那个城区 大概的十公里左右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片农村 他所在的这个地方现在叫豆樟庄镇 这个地方过去有个豆樟庄车站 他就是过去北京到山海关那个京山铁路当中的一个四等小站 毫无名气 但是这个地方在1968年有名了 他跟一般的小站跟一般的镇还不太一样 过去叫豆樟庄人民公社 大家知道58年大距离 人民公社 这个地方就叫豆樟庄人民公社 1968年的4月14号这一天 毛主席做专列经过这个地方 毛主席说停车停车我要下去看看麦子 好 这车就在豆樟庄站 这个四等小站停下来 毛主席走下专列 进入田野 查看了一下麦田的生长态势 做着专列又走了 从此有好事者建议改名 还就真改了 这个地方由豆樟庄人民公社 改成了414人民公社 就是4月14号主席视察这一天来的 当然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毛泽东去世了 改革开放了 这地方又改回来了 又改回叫豆樟庄乡 人民政府公社没有了 现在呢 又大概13年前后吧 又撤销了这个豆樟庄乡 变成了豆樟庄镇 这个树玉辉领导的这个全建帝国 他的公司总部就设在豆樟庄镇 就在104国道的旁边 那人说你怎么这么熟悉 哎熟悉 你必然呢 这把年纪 全国各地很多地方自驾游都走过 另外一个我本人从小对地理感兴趣 高考时我地理是95分 那是吹牛了 咱不说别就是 比较感兴趣 咱们要了解他 咱们才能够去分析他 你说是吧 所以武清这个地方 他处在京京之间 这个区位优势太明显 所以到武清城区你去看他的房价 很不便宜 所以这就是说 树玉辉和他的全建所在这个地方 属于天津五清区 那五清区又是天津市的一个区 那自然就是石头先生 和他夫人的老家了 那所以我这第二个板块要聊的就是 石头先生 石头夫人 最近这些天 您那个天津老家出大事了 这第三个小板块 咱们再啰嗦的聊两句天津 我们从小在学课本的时候啊 都知道中国有三大支辖市 有人说不对 现在是四大支辖市 是 三峡工程之后 我们又多了一个支辖市 是重庆 实际上老牌的就是京津户 北京天津上海 其中呢 这三个城市各有各的生活特色 各有各的城市性格 那比如说著名的作家冯济才老先生 他也是天津籍的啊 他曾经在一本著作当中 去总结天津北京上海 这三个城市的文化特点 我觉得很到位 分享给大家 大家看看是不是怎么回事 他说北京是首都 是精英文化的城市 也就是说全国各地有想法的人 都愿意往北京跑 到了北京 这个舞台足够大 粮食意有足够多 你只要有梦想 你只要有能力 在这个地方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所以有很多的大家 他们的祖籍 可能都不是北京人 但是到了北京这个舞台 他就比在他家乡那个地方 底蕴就要深厚得多 他就能够成就一番啊 比较大的事业 那今天著名的一些北漂 在北京成功了 那跟这个都有关系啊 你比如说过去的 那梅兰芳他的祖籍也不是北京啊 比如说这个郭沐若啊 比如说毛顿啊 包括鲁迅啊 他们都是在北京成就了自己的一番大事业 李大钊等等 这都是啊 你现在的 比如说张艺谋啊 张国立啊 包括什么王宝强啊等等 这些都是在北京这个舞台上 他们成功成功的 假如说没有这个北京这个舞台 那换到别处去 我不能说他们不一定能成功 但是这个概率恐怕就要低很多了啊 所以冯继才老先生总结的很到位啊 北京它是个精英文化的城市 到目前为止 全国最多的国家机关 全国最多的科研院所 全国最多的高校 几乎都是集中在北京 那所以这就是他的文化特点 第二个就是这个上海 上海是商业文化为主要特色和底蕴的城市 上海出非常现代化的资本家 非常好的产业工人队伍 非常好的跟国际接轨的 这样一个市民阶层 所以很多世界五百强的中国总部 都设在上海 就是说这事你在别的城市办不好 在上海它也能办得好 所以上海如果你要跟世界接轨 那你想到一个地方去发展 那选上海 当然后来还有深圳呢 还有什么广州啊 还有杭州啊等等 但是从老牌底蕴来讲 商业文化 底应最足的 我认为冯介台老先生说的对 就是上海 那我们第三个直辖是天津是什么呢 冯先生也给出了一个答案 天津是市井文化非常浓郁的城市 这什么叫市井文化啊 开始我也没完全明白 在十几年前我到天津去讲课 我曾经跟台下的学生发问 我说诸位都是天津人啊 您能告诉我这市井文化是什么意思啊 底下一个学生非常大胆的 即时的举起了手 老是我知道 就是小市民文化 但天津人非常幽默 富有调侃精神啊 那么这个小市民文化是什么 就是非常接地气的世俗文化 所以天津出马三立 出鹿玉生啊 非常正常 到今天为止 一个相声能不能够经得住检验 这个相声演员及其作品行不行 除了你在北京之外 你到天津还要经受 经受住检验 所以天津这个地域 它的包容性是很强的 那么这又来了 这个地方的包容性 使得世界各地 全国各地的很多人 尤其是在商业上 想有所作为的人 也很亲爱这边地方 那么回到我们前面说的那个话题 天师也好 权健也好 本身他的创办者都不是天津人 天师的老板李金元是河北苍州人 现在出社的这个权健的老板树玉辉 他是江苏延城大风人 但是他们都在天津 都在武清这片地方成就了他们 也很有意思啊 这个天津市景文化过去孕育出来的都是一些小人物 出来的大品牌也是小自豪 什么意思啊 你看那狗不理包子 狗不理 你听这名就不是高端大气上党次的 你再说那个耳朵眼眨高 你听听 就那18节麻花 他也不是功夫的大雅之堂的词 但是你看看 这天师是什么词 小人物 但是是大时代的词 这权健呢 你怎么解读啊 是不是 健康里头最权威 大健康产业的 执牛而得 你可以从各方面去解读 问题是 名副不副实呢 那我们下一条板块 我们就揭秘一下全件 揭秘一下传销 好 我们今天的第四个板块 我就试着跟大家一块分析和揭秘一下 全件 及其所属的这个传销行业的五部曲 这五部曲是什么 第一个 就是造神 我们说呀 传销也好 直销也好 它都是从国外传来的 大概是在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左右 以安利呀 亚方啊 辛迪雷德呀 这些外资公司 以直销的方式进入中国 然后呢 国内的很多企业就效仿 那么尤其是些保健品行业 纷纷采用这种方式 当然98年的时候 那时候国务院有一个整顿 稍微好一点 到后来变换花样 死灰复燃 这些年来这个花样百出啊 所以出现了很多问题 实际上 所有的传销企业 不管是叫直销还是叫传销 它都具备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它的产品本身和它的成本之间 背离都比较大 也就是中间有一块暴利 那么它所宣传的就是我这块暴利啊 我不要了 我让利给消费者 我让利给中间的通道 我不让这些什么大小批发商啊 让他们零售商啊 让他们去赚 我给你们 所以叫无店铺经营省去中间成本 让利给最终的消费者 它第二个特点是什么 是给任何白手起家的人提供一个机会 因为你当消费者 你买产品再便宜 你终于是要花钱的 这么优质的产品 价格一定不菲 你要想少花钱 甚至不花钱 乃至到找钱 你可以加盟啊 我这门槛很低啊 不像传统的销售行业 设立那么高一个门槛 您是妄洋星探的 这个里边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闲鱼翻身的机会 所以这两个特点 不管它叫直销也好 叫传销也好 都是具备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框架下 全界极其相关的这个行业 这些从业者们 我们叫全界门宝 这些人或这些企业 基本上就按照五个套路来做 大家听我分析的有没有道理啊 第一个套路就是造神 造神又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给企业造神 先起一个高大上的名字 他绝对不再起一个什么狗不理 这种名字了 他要起一个高大上 比如说全界你可以去解读 健康界的权威 或者是怎么样 反正是个高大上的名字 然后再给你描绘一下 这个企业本身 创立的过程当中 那些不凡的经历 这是企业造神 第二个呢 是这个企业的领头人 或实际控制人 或叫董事长啊 或是叫什么样 一个重要的职务吧 他造神 经历不凡 白手起家 但是 里于月龙门 后来还有非常显赫的学历 有非常显赫的头衔 尽管你实际查证 不管是这企业的荣誉也好 还是这个个人的啊 这个领头人的荣誉也好 好像都不太扎实 甚至有点孤名钓鱼之嫌 但是他不是每个人脑子都清醒的 不是每个人都较真儿的 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 能够迷惑一批人 这是给企业造神 第三个造神的层面 是产品造神 你看动不动 我这个产品 多少多少祖传秘方 多少多少工程秘方 你无从查证啊 接下来可能跟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去挂钩 比如说我这运用了什么纳米技术啊 有什么量子科技啊 还有什么诺贝尔讲获得者给我们提供的什么什么技术支持 我这后边还有多少个院士团队等等等等吧 反正让你云里雾里 让你觉得这东西难以理解 你也没有办法去求证 这就够了 所以这第一部曲就是造神 你们看全建是不是这样 你们去看看他那个历史 我就不在这里面一一给大家去复述了 大家去查他背后的资料 符不符合这个 第二个就是造梦 他造完神以后你对他感兴趣了 他开始造梦了 造什么梦啊 我这病治不好 这产品能治啊 你那外面都无效 这有效啊 所以给消费者一个解决你困难的梦 我有病我可以拿病 我有灾我可以消灾 我没钱我可以挣钱 反正他能解决你燃眉之急 第二个造梦是什么呢 是鲜鱼翻身的梦 他不是给每个白手起家的白丁们提供一个致富的机会吗 好了到我这来 你可以当经营者 你可以当大的经营者 而且呢 你还可以成为众多经营者当中的翘楚 你可以后来去上 这里没有论资排辈等等吧 拿一个制度出来 你看这制度可超越 这制度可以后来去上 他一定说他的制度很好 然后给你一系列的受到尊重能够自我实现的实惠和虚荣的东西 实惠是什么 钱呢 你看 什么时候给你多少多少万 你可以买一栋房子 什么时候 什么级别可以奖励一栋 什么样的房子 给你奖一辆奔驰 宝马轿车等等 这是实实在在的让你实现梦想 那接下来呢 再给你一大堆的头衔 什么皇冠 皇冠大使 什么钻石 翡翠 反正玻璃渣子 反正一大堆弄一堆东西 你觉得这玩意挺好 弄点张望你身上一带 弄点荣誉给你身上一胯 你觉得自己名利双收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都得到很大的收获 你美了 你这个梦也就实现了 第三个就是炫富 从企业的领导者开始炫富 什么高调那个直升机在哪降落呀 那个非常豪华的车子在街上游街呀 海外去旅游的时候那家伙包多少机 包多少客房 包多少这个酒店呢 包一个大局场啊 疯狂的购物啊 把人家那个商店都给买空了 都是炫富 包括豪华的海外旅游都是炫富 让别人对这种物质产生重大的期待 炫富 从董事长到底些的经销人员 自觉不自觉的都把你带入了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 这第三个炫富 这第四个就是树立榜样 我们叫攀比 也就是说他不断会推出你们这平凡人物当中的杰出者 你看谁谁谁比你加入的晚 谁谁谁文化程度不如你 谁谁社会背景不如你 谁谁谁他的本身的能力不如你 但是短短的六个月短短的两年他已经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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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台分享 不断的给你创造榜样 让你觉得自己哎呀我要再努力一把 我才能超过他 我不能干居人后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吗 所以要不断的参加会议 参加会议就是不断受教育受刺激的过程 所以他要树立榜样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本身就是让你不断的自我激励这么一个东西 让你在这个情境当中封闭住自己 只有一条路就是不断的不断的死死的把它做下去 那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不择手段去发展你的队伍来营造你的业绩 你不择手段的去夸大你的产品来增加你的销量 所以你的理性逐渐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这个就是攀比 那第五个就是在前面四个的基础上 不断的背书 不断的强化前面四个 拿权健为例 比如说当他在这个里边有很多人加盟 很多人买他的产品 他弄了很多钱以后 他就开始进行关联行业的投资和发展 你去看他这个集团下面有很多的企业 很多是跟房地产有关的 有的是房地产开发 有的是房地产后续的物业服务和运营 这个时候房地产有什么好处 拿钱了可以去拿地 拿地因为地是升值的 盖了房子是有很大暴力的 而这个本身房地产是占着房子躺着地 又会对自身的这个保健品健康产业的品牌有巨大的权势作用 你去看我这背后就是能挣到钱呢 就是公司发展 你没有跟公司同成长是你丢掉了机会啊 公司不挣钱 这么多人没在里面成功 公司能有这么大的实力吗 是靠大家靠产品打开的市场给公司带来的这么巨大的飞跃啊 所以他要往这个关联企业上去靠 所以很多公司都往房地产上去靠 就是把他的这个里边弄到的资金沉淀到房地产里面去 而房地产又会给他带来一片更大的天地 第二个除了这个实质之外 他往虚的上靠就是往文化产业上去靠 而往文化产业上去靠非常重要的一个子领域就是体育 你看很多的企业最后都跟文化产业相靠 当然不一定搞直传销的 你比如说原来的大连万达足球队 大连石德足球队 杭州绿城足球队 等等你包括现在的这个广州恒大也有足球队 足球队很多了 那全剑也走这样一条路 天津松江过去是个不起眼的中甲球队 他冠名以后不差钱 大量的投入 大盘球星 夸夸往上买 最后怎么样 最后成为中超的一只竞女 很厉害 所以他灌这个 另外一个去年天津女子排球队 他是天津的一张名片呢 天津女排多次夺得全国的冠军呢 去年天津女排夺得冠军以后 我印象是有条新闻呢 全剑发奖 发中奖 还把天津女排用大巴拉到他全剑总部去参观 去给他去背书啊 然后他还赞助这个天津乒乓球队 还赞助这个高铁 我们那个和谐号复兴号 那上面有全剑的冠名啊 等等 这都是往文化产业上不断的弄 人家一看 呦这企业厉害啊 所以他品牌的关联 产业的关联 品牌的扩张 品牌的螺旋式不断的去上升 去膨胀 这个过程中使得他第二轮第三轮的造梦也好 他自己的造明也好 他自己不断的进行攀比也好 到了一个更高层次 这样一个循环下去 就成为他们这些个我们叫全剑门吧 这些所谓的直升销企业的一个 共同的特点 当然了 他们这条路走到后来 一定是两条路子 一条路是甩掉原来的模式 脱开 你像天师基本上就开始往这条路上走 往这条路上走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原来的那些个到里边去还做着梦 但是这梦没完的 这些人可能就没招没落了 他转型了 过去那个击骨传花他停了 还有的干脆就退出了 像亚方 18年的10月份就从中国市场退出了 他原有那35万人到哪去了 那35万人的梦谁帮他去呀 恐怕都没了 那剩下的还有一条路呢 那恐怕继续沿这条路疯跑下去 那可能就是不归路 那这里边不断的造化这个产品的神奇 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后果 比如说轻的是屠材 重的是害命 所以权贱这些年来不断的爆发出这些负面的东西 都跟屠材害命有关系 终于走到了今天这样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 最后我们看一看这些消费者呢 这些经营者呢 这些丧失的理智的这些在里边跟着权贱一块 忽悠的这帮人呢 他们丢了什么 他们也丢了未来 实际上他们想把这事想明白 想戳穿这些东西容不容易呢 非常容易 就是理性加常识就可以做了 所以我们讲啊 权贱缺失的是功德 而这些个消费者 这些参与者 这些公众们 缺失的就是理性和常识 当然了 这些个东西也不是每个人随而易举可以识破的 所以要想了解这中间更深层次的套路 比如说他们这个话是怎么说的 因为说话本身要讲究四言呢 言之有物 言之有理 言之有序 言之有文 那就是说的东西要充实不能空洞 说的东西要条条是道 不能够胡说八道 说这个东西要有浅入深 逻辑严密 这要言之有序顺序的序 还要言之有文 说的你心动 这种文采在里边有煽动性鼓动性 那接下来他们在这里边还有什么一种切割的技术 可以进退自如 你看权贱出了这么多事 好像都是下面体系出的事 都是下面经销商的事 跟我没什么关系 他这么多年来 那些事他都巧妙的切割了 那这一套权术在里边是怎么样去运用自如的呢 今天时间关系 没时间展开了 我们下一期就聊聊这些直传销企业的权术是怎么玩的 我们下次再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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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